市长威嘉贤十后上午前往中华路和和平路口 视察契约厂商进行的和平路刨铺路面改善工程 威嘉贤表示这个道路是以公所经费来办理 在十后傍晚完成恢复通行 而至于和平路其他路段以及市区急需要改善的路面 市公所会向营建署积极争取经费分批来改善 十后上午华林市长威嘉贤在检测课计证方煤瓶的陪同下 前往了和平路视察路面改善工程的跑铺作业 并向周边店家的不便表示歉意 华林市中华路至中正路间的和平路路段 由于年久未铺设路面多处已经出现军列破损 加上管线开挖回天后出现了下线现象 但又处于人车众多的繁忙路段 因此市公所优先办理改善 运用公所经费向开口厂商办理改善工程 那有非常多的代表跟里长也非常关心 这个路段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知道整条和平路是非常长的 而且是花莲市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重心 那我们分阶段来做相关的一个复原 那修复的部分 那也希望我们民众在用路时间的时候 能够稍微避开一下 那未来有一些路段还没有完全铺设的部分 我们会分阶段来向各个单位来做相关的经费争取 那我预计今天所铺设的长度是109公尺 那宽度是17公尺 那也希望在铺完以后 用路人能够更安心更安全来使用这条道路 那在此非常感谢所有店家的配合 这项工程在10号傍晚已经完成回复通行 市长维嘉显表示 由于公所裁员有限 因此先行施坐中华路与中正路之间的和平路 至于永吉桥至中华路间 以及中正路至重庆路间的和平路段 市公所将会向营建署提报道路改善计划 为用路人争取补助经费 提升优质的交通环境 记者 徐丽晴 花莲室报导